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我们吃下的都是健康的隐患? 方便面能否致癌?是否有毒?方便面到底有没有营养? 今天的终极解密让我们且看垃圾食品方便面如何成功逆袭 1970年,中国的第一代方便面诞生 发展至今,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方便面生产国与消费国 45年间,方便面不但口味种类不断推陈出新 就连关于它的各种流言也是层出不穷 我从小就吃方便面 还记得小时候那个小当家吗 里边还有小卡片 小五队那个圆片片 当时风靡各种校园我跟你说 最早是统一方便面 我就爱吃老茶去 别的不吃 小时候能吃方便不错了 我们小时候一般的还吃不着呢 最经典的味道还是小时候 小时候的那个康熙醋的红香牛肉面 就是之前上初中高中的时候经常吃 小时候就觉得特别好吃 那时候就觉得 1958年8月20日 世界上第一包现代意义的方便面在日本诞生了 这个方便面已经诞生 立刻风靡了全球 甚至于在一次评选当中 它被评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排名很靠前 从那时候到现在大概已经过去了将近60年的时间 这60年里全世界消费的方便面 据说已经超过了2000亿包 也就是这个地球上的每个人吃了33包方便面 方便面在不断的开发 升级换代 不断的有新的产品 但与此同时呢 围绕在方便面周围的各种各样质疑的声音 也不绝于耳 它有那种防腐剂健康吧 是什么防腐剂啊 然后是什么里面加了些停价剂之类的嘛 不是那个什么筒 那个那个那个面筒不是有什么辣 不是都报道说里面的东西吃完以后不容易消化吗 纸盒里都是辣 方便面有许多吃癌的东西啊 水一倒下去 这方便面的香气马上就升上来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有口水了 方便面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改变 就是它极其方便 极其快捷 在任何一个情况之下 只要有开水 大概三五分钟之内 你就可以吃一顿饭 填饱肚子 那大概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开始 方便面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么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 我们是怎么样去认识方便面的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您会去吃方便面的 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 挺着急的那个泡包方便面 或者煮包方便面什么的 忙的时候没时间吃饭的时候 就吃方便面 就是有时候家里面做饭 就是买了很多方便面 大半夜看完美食节目 特别想吃点什么东西的时候 方便面是最佳选择 加班呀 平时就是回家晚了呀 可以吃一些 家里没其他干粮的时候吃 加班的时候也吃 一项一项的买 团队吃 比方出差旅游啊 路上带两袋 带两盒 就是有时候会想起来了 会吃一次 或者说 没东西可吃的时候 会拿方便面变一下 一般是火车嘛 在火车上吃盒饭 还不如吃方便面的 上火车 然后常驻火车的时候 然后车上没什么东西吃 就只好吃方便面了 去北上岁是 他那吃不惯 带了几包方便面 我们说件很有趣的事情 有没想过 为什么方便面的面条 是弯弯曲曲的 其实是为了能够 让它在更小的体积里边 去容纳它 大概一盒方便面的长度 理论上来讲 要超过100米 就放在这样一个小碗里边 我们在享用方便面的同时 心里很纠结 一边想 不得不吃 很香 闻起来确实很香 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但是一边吃一边想 又不营养 又不健康 吃着有什么用 不过就是偏偏肚子而已 我们总结了 这面的三宗罪 咱不妨一起来说一说 第一 方便面是油炸的食品 油炸的食品 对身体是有害处的 这是真的吗 方便面采用油炸工艺 会产生一种叫做 炸炸的可能质碎 对人体有潜在治癌风险 网络流传 方便面的第一宗罪 油炸食品质癌 油炸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产生一些质癌物 比如说 小炸锡鲜 那么在一定的温度 的调控 把控下 炸锡鲜 鲜挨所产生的量 是比较微量的 那么实际上 像这样一块 这个油炸面饼里面 它所含的笔基纤胺可能只有70多微克 那么按照国家规定的 一毫克的这个标准差得很远 所以一块面饼里面所含的笔基纤胺 这样的致癌物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 可以完全忽略掉 这是一个快餐化的时代 这是大家为吃自威的时代 生活行色匆忙 于是泡面也便变成了 这个紧张世界不可或缺的一剂调味料 走进食品超市 对方便再熟悉的人都会眼晕 油炸的非油炸的到底该选哪一种 非油炸方便面里不含有致癌物笔息鲜案吗 非油炸方便面就一定比油炸更安全吗 平安365精彩继续 我们在市场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方便面 那你就会看到一种非常贵的方便面 它标榜的就叫做非油炸更健康 不是油炸的就会让我们觉得健康 这是大多数人接受的一个概念 那么非油炸的方便面当中 真的就没有刚才那样的危害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古物类制品中较典型的潜在致癌物是 丙溪鲜案 它是由高淀粉低蛋白类食物 在高温下烹调时产生的 无论是油炸还是非油炸 只要是高温加热 或多或少都会产生这个物质 方便面当中所出现的那种有害的物质 其实跟油炸没有关系 而是跟温度有关系 它并不是油里边带来的 而是方便面自身产生的 高温情况之下产生的 我们来看下一条方便面的第二宗罪 就跟这个有关系 为了能够让这个碗杯不漏水 不渗油 所以有些人说 它里边是有层蜡的 那你吃的时候 就会把蜡吃到肚子里 这个对人体是有害的 我们真的会吃进去蜡吗 纸质方便面碗内 有一层类似蜡层用于防水 这种蜡在被人吃下后 会在胃里积聚形成一层蜡膜 导致胃里累积蜡而死亡 网络流传方便面的第二宗罪 蜡不能消化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包装材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一层呢 实际上是一个食品级的PE材料膜 那么除了这层以外呢 实际上就都是纸板 并没有传说当中的蜡质在里面 正像您所看到的一样 在纸杯的里边这一层是不会用蜡这种材质的 即便是我们退一步讲 就算是蜡 你吃进去以后呢 也不会在你的身体里做成堆积 当然你不能把蜡当饭吃 那个量就太大了 所以这是一条留言 方便面的第三条留言 就是这些料包调味剂里边 会不会有防腐剂 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 那另外我们看到方便面的配料表里边 除了那些东西之外 大量的存在各种各样的食品添加剂 这些东西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呢 方便面含防腐剂 吃多了会变成木乃仪 一包方便面 最多净含25种添加剂 方便面含添加剂不是什么秘密 但多到有毒的程度 这让人们心惊胆战 网络流传 方便面的第三宗罪 添加剂有毒 你知道防腐啊 实际上啊 就是防止细菌的滋生 那么细菌的滋生呢 有几个条件 首先第一啊 就是水分 湿液的水分 湿液的温度 还会导致细菌的滋生 那么像方便面的面皮 这样干燥的这样的食物 实际上它是没有必要进行防腐的 所以方便面的面皮里面 它不需要防腐剂 那么更多的食品添加剂呢 是在这个方便面的这个料包里面 比如说像这个调味包里面 还有这个酱料包里面 它更多的添加进去的作用呢 是为了调和方便面的口感 以及一些调料 能够让它保持更长的时间 那么实际上这些食品添加剂呢 只要是在国家标准范围之内的 实际上它在摄入的时候也是安全的 油炸不致癌 添加剂无害 桶中辣无毒 方便面终于成功撕掉了 有毒致癌的标签 但120克的面饼 20克的汤料包中 到底有多少营养 是否能够满足人体需要 方便面能否彻底摘掉 没营养的帽子呢 平安365继续为您终极解密 方便面的那些事 关于方便面 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话题 比如说方便面 我们泡进去水之后 为什么一定要等上三分钟才能吃呢 当然有人说那很简单 因为三分钟以后面条就泡好 可以吃了嘛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心理学的营销技巧 因为等待三分钟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让我们充满期待感 然后又闻着这个不断飘来的香味 等你吃的时候那一刻 你就会发现方便 怎么那么好吃那么香 那如果是五分钟呢 坏了 这个时候因为你等待的时间太长 所以你感觉那个 香味就没有那么浓郁了 吃起来方便面 怎么没有以前吃的那么好吃呢 不过方便面怎么好吃 不是我们探讨的话题 关键就是在于 你知道有很多的所谓的营养派 或者说家长派 他们认为方便面不要给孩子吃 因为确实没什么营养 方便面到底有没有营养 这话题倒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营养不大 估计恐龙也不是开营养 有营养呀 里边有蔬菜包 里边有蛋还有肉 多好呀 没有营养 没有啊 长时间不吃饱 还是会想念的 那个味道 我觉得方便面没有营养 所以我在每次就是在家里 做方便面的时候 我会在额外打上一个鸡蛋 要说营养肯定没有了 还可以 还可以 有营养没营养 我不喜欢吃 他最爱吃老的那个 西木寺鸡蛋面 我给三种人吃了个大龙面 如果你一日三餐吃的都是方便面 那不言而喻 方便面确实不能提供你足够的 均衡的充分的营养 没有人 很少有人会一日三餐吃方便面 而且大多数的概念当中 我们都认为方便面 其实是一种非常低廉的 暂时性的应急的这样的一个食品 所以单身汉才会天天吃方便面 是因为证明自己 第一没有女朋友 第二不会做饭 但是方便面当中 到底有没有营养这个话题 却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 方便面的营养 其实就写在方便面包装外边 只是有时候我们忽略了而已 那不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方便面 方便面首先它是一个能量食品 三大能量物质 在方便面里头它并不缺乏 比如说像蛋白质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这三类产能的营养物质 在方便面里面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那么像这样一桶方便面 它能够提供我们每天 整体能量摄入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吃四桶这样的方便面 我们一天的能量摄入就已经够了 那么方便面到底是不是一个营养食品呢 实际上没有一种食物 能够完全满足我们身体 所需要的所有营养元素 我们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 如此高度的关注过食品安全的话题 尤其对于方便面这样的产品 它是大规模的机械化的工业化的产品 所以大家可能对它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质疑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要建立更加科学的概念 谣言不但不可信 我们自己也要科学的精神 也不要去传播这些谣言 方便面还是可以大包扣服的 那么方便的食品呢 再加入一些新鲜的可以生吃的蔬菜 实际上就能够吃到营养丰富的方便食品了 关于方便面我们今天要很认真的说让你受委屈了 因为方便面确实是带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方便和快捷 更重要的你不要忘记 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就是方便面 所以所谓这个方便面什么致癌 致死死死后变木乃伊 重要的是我们说的是合格厂商生产的正规的品质优良的方便面 是不会出现这些问题的 我们要把它送入留言粉碎机 2015年10月7日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了五种不合格食品名单 并在流通领域采取了停止销售的措施 这五种不合格食品是 天津市红热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红热牌蜜枝青梅 天津市红热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红热牌特级幸福 苍州枣原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枣树原牌水晶蜜枣 兰州嘉年华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新年华牌芙蓉杏 天津市红热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红热牌特级幸福 凡以购买上述不合格批次产品的消费者 可凭购物小票和外包装 向销售单位要求退货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请您拨打投诉举报热线12331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